各位朋友大家好 耕读堂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吴忠诚 耕读堂三长 跟各位聊一下 我喜欢古文 所以我介绍过文言文 介绍过很多古文 连我女儿都说我是一个古代的人 不是现代人 所谓的古代人是因为我有一些想法 都是按照传统的观念来的 那我今天跟各位聊什么东西 我说我们可以从台湾的文化现象跟大陆的文化现象来相比对 你就知道台湾文化跟大陆文化是差异有多大 我来举个例子来 实际例子 因为我喜欢看古文嘛 所以我就会 只要有这些新的刊物出来 我就会去看 那我最近有看到一个 这边是11册 那实际上这一共出了20册 它是什么东西呢 我直接把书面给各位看也没关系 它就是论语 大家都知道四书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这叫合成四书 台湾的初中生 高中生以前都有读 有所谓文化基本教材的别册里面都特别来讲这些东西 那我想各位 只要是中国人一定会想说 我以前读书 读书没有好好读一下 我很想好好仔细读一下 但是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你就看我的节目 我就常常在讲这些东西 帮你导读 帮你爬书 那这本 这么一大堆 这么20册的书 全部是在讲论语 那它是怎么讲法呢 它很有意思 它是把论语里的每一个章节 每一个篇章 每一个人 单独拉出来写一本书 就是我们在论语上会讲说 论语跟某一个弟子在对话嘛 那它就把那个弟子的名字拿出来 比如说龚野长 它这边就有啊 它一共有20册 从这个论语的学儿 为政 八义 还有李仁 龚野长 雍野 树儿 泰伯 子汉 乡党 仙晋 言冤 子路 献问 魏林宫 济世 杨获 为子 子章 姚曰 你看可以 它这样就可以写20册 你看 真是汗流冲动啊 20册 分开来写 这个当然这个编辑的人是同一个人啊 那表示他对论语非常的熟悉 那我想熟悉论语的人应该很多 包括在下的兄弟逼人我 可是我也会看他的内容 虽然他用金解金啊 也就是用了一些那个 所谓的卢 就是那个儒教的一些经典 所谓的儒教不是指的孔子的这个儒教 而是指的卢堂 卢堂的这个这样的经典 那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说有点可惜哈 但是这个东西不是说他出版了就了事了 而是要有人来导读 导读很重要 我的跟读堂 我的网站就是要导读 跟各位导读 我讲过说我曾经读那个墨子 墨子弦谷我买了之后 我读了一下就读不下去了 因为没有人给我导读 那字很小 而且很坚涩 里面的那种 因为你每次读呢 比如说墨子吧 以前我们读孔那个世俗的时候 都指曰什么东西 在那个墨子里面是指墨子曰 以及墨子的上面还加一个指 指墨子是什么意思 那如果说没有人帮你爬书解释的话 你就会有一些文字障 所以我看一看以后我就没劲了 我想墨子不是结用结账非功非月等等 这些我都很赞成 那至于说天智名鬼这些东西 我们在学校没教这些东西 他不会教这些东西 因此我在想说 他既然墨子有这么多我们喜欢的东西 结用嘛 结用结账 就是物质要用在刀口上面 除此之外不要浪费 这是每一家都在做 儒家也是赞同这样的做法 可是 当你要深入墨子的时候 你就会有障碍 读墨子贤姑就是有障碍 我自己就把书放着 放到最后我再拿起来的时候 中间跨 因为我看了其他人写的书 其他学者讲到墨子的时候 讲到墨变 讲到什么高推的很高 之后我再想说 因为你已经看过很多其他书之后 你回头再来看这个的时候 你就会讲说 哎呦 这些学者专家通通都这么高推墨子的话 那墨子必然是指的你再看 那你要看墨子必须读 所以一让的这个墨子贤姑 于是我又把墨子贤姑拿起来 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 看完之后才按赞说墨子确实不容易 不简单 但是这个我从把买来墨子 然后看了看不下去放下来 一直到我再拿起来把它一口气看完 再继续看了很多其他墨子的相关著作之后 我才这中间的跨剧是27年 我讲过27年的跨剧 为什么27年 就是因为没有人导读 没有人导读 如果有 早就有善知识给我导读的话 不禁于父子 焉得见波涛 如果他指点我了 就像我我之所以会继续看墨子的原因 就是因为有那些人导读 那些人讲说墨子的哪一些东西 这个我不是有看过 为什么我看了一点印象都没有 也一点感 一点感动一点感触都没有 可是为什么他可以把它讲的那么样的鲜活 于是我再回头看 同样的所有的中国古典都有这个功能 你贪多嚼不烂 你嚼完之后没有味道 有味道的时候是什么 是你回味的时候 啊原来这样子 就很就像说很多东西 因为我们是年纪轻的时候 小的时候就学会 可是我们一直没用到 一直到你老的时候突然用到了 你那时候就像牛啊羊啊 他们叫凡薯 他们四个胃嘛 他吃下去的东西之后 晚上呢 没事的时候嘴巴像嚼口香糖一样 回 又回出来之后 他继续嚼再咽下去 凡薯 学而实习之不亦乐乎 就是这样 所以我刚才我用墨子 墨子这个的例子来讲说 我的读书的跨界是27年空白 没有再读这本书 之后我再读的时候 我才发现到 妙不可言 同样的梁启超写过很多很多的这个文章 可是梁启超在晚年的时候 所谓晚年也不过50多岁了 梁启超很早就挂掉了 那他写 最后他写了一本专门讲墨子的书 但是很少人推荐 是因为大部分研究墨子的人认为深度不是很够 分量不是很够 他认为中国应该要推行墨子的墨教 简单讲就是我说墨子就是墨教 他想要推行墨子的学说跟思想 但是墨子的思想里面还仍然有迷信的成分 有虽然大家高推现在你看 中共放了一个卫星叫量子卫星 量子卫星的名字不叫鲁班 也不叫孔子孟子 叫做墨子 你就知道中国大陆的这个相关的高度的人 他们是肯定墨子 墨子是 鲁班是一个被神化的人物 公输班 可是墨子他一直没有被神化 没有说墨仙墨什么的 就是墨子 我们就叫墨子 墨迪 一个皮肤那个黑的像黑炭一样的一个人 到底从哪里来的不知道 不知其所来也不知其所终 到哪里去了最后也不知道 因为他结账嘛 他在埋的土里面只有三 只有一尺生的土 他希望早点腐烂分解 而且你也不用给我 也不用给我这个不丰不树 你也不要给我搞丰土 搞成一个馒头状 也不要种树 也不要让人发现我埋在哪里 以后也不要来祭祀我 墨子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可是他的思想留在现在 这个就有趣的地方 刚讲说你吃一个东西 一定要回味的时候才有味道 什么东西才会有回味呢 这边有趣 刚才讲到论语的时候我就想 我们台湾人真的是伟大 台湾一直都沉寂了中国五千年的文化 没有文化大革命嘛 没有去推翻那个传统的思想嘛 那不但没有推翻 而且还在大力的鼓吹 刚才讲到说这个论语 刚才某一个宗教团体就出了20本 光是论语啊 那将来孟子或大学中庸 他们是不是还会再有这么大步头 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看看 其他的其他出版商也有出 像这本专门给儿童的 这本是另外一家出版社的 这个叫做幼儿学轻松 国学轻松读特教120元 还是师范大学国文系的教授大力推荐 叫做读论语 烫金的了 这个哈 里面都是配图的 就像唐诗配图一样 里面的图画的非常Q版 非常可爱 然后那个文字还有注音在旁边 当然论语没有那么简单的这么几个 它是选读 挑出来几个 这就像我们以前在中学读国文的时候 里面那个国文课本里面也有论语 可是另外还有一个别色是 中华文化基本教材 那里面才有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你看这是对小孩子 当然要从小就要灌输 因为小孩子可以看这个图 家长可以一面跟他讲 一面你看那个图 这也很有意思的 让灌输孩子这个 论语在台湾的重要性 除此之外我再回想到 大概在五十 将近五十年前 高雄市那下市长是谁 我记不起来 可能是杨金丛 市长我不清楚 当时高雄市市政府出了 应行了一个论语 叫做什么 白话论语还是什么 我忘了 反正现在救苏滩 或者是在废纸厂里面 都可以找得到 每一家一本 高雄市每一家 每一家送一本 至于说很多人都没有读 就直接当废纸 卖掉 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我个人很反对 用公费来印这个东西 然后就这样子浪费掉 应该有关的宗教的团体 或者教育的团体 或者社教团体 或者各种团体 慈善团体来导读 请专人来导读 开班来导读 就像刚刚讲的 二十册 如果没有人导读 就放在那边也是当废纸 必须要有人导读 所以我是有心人 我会看 刚还有那个儿童 那个是父母买来之后 儿童不会主动拿起来看 子约什么什么的 而他会 家长如果跟他讲说 你看父母都会子约 合格言而至 什么什么的 如果说父母都会这样讲 那孩子一看 就见闲思琪嘛 父母也会子约了 爸爸也会 妈妈也会 那他怎么会不会呢 他从小就会了 所以他从小也就会 子约等等的 那这就是从小杂根 也就是这个经典的杂根教育 古典的杂根教育 所以以前高雄市那一次的举动 我是觉得非常之伟大 这就是要跟中国大陆对照 那个时代 刚好是中国大陆搞文化大革命的时代 我们再来讲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再来讲另外一个例子 在那个那个那个时候 在高雄市赤支 建了在连池坛旁边 建了一个全台湾最大的一个孔庙 但那个孔庙是只有每年的教师节 孔子诞辰的时候才会打开 才会跳815 然后才会 才会那个祭孔 那其他时间就把大门封锁 可是那个占地很大 建筑非常的漂亮 光是维修费用就不得了 这是大约是在40多年前 将近50年前的事情 现在庙还在那边 常常因为现在大门打开了 所以一般人去拍婚纱 常常会到那边去 因为他的大红门古典建筑等等 还有据说那边还有一个厢房里面 好像是借给民间的人在那开咖啡厅 据说是免费的 因为跟市政府的高官有特殊关系 在孔庙里面开咖啡厅 我觉得完全是文不对题的 我在讲说 这个孔庙文化村 我有一集我放在下面 各位可以点开看 那是中国大陆北京的国子监太学 他们用的方法 我们这边为什么不能用如法炮制 如果你今天今天 如果说有外有大陆人来台湾 来来这边要介绍左营 我一定会带他到孔庙去看 因为那个建筑跟那个宏伟 还有那个那些建筑 是我们值得跟大家讲说 台湾是一个相当 对儒家的思想是非常重视的 你看这个建筑就可以为正 可是如果我们大家一看 这边卖咖啡啊 就像那个麦当劳 麦当劳跟那个Starbucks 跑到那个紫禁城里面开店一样 也被中国大陆诟病过 当然我们这个孔庙不是一个古建筑 是现代建筑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想说 千万不要佛头着愤 就这么简单 好那既然我们台湾有这样子 那那个大陆是不可能有这样子的 虽然我曾经在几年前 我去过回过大陆 带我儿子回去探亲 然后在那边看到 那个他们桌 我们亲戚的桌子上 有一本是那个县的 那个县的县长 他写的 他出的每一户都有一本 我问他们说你们看了没有 他看了 我说里面讲些什么 不就是那些东西吗 但是我来 我把他打开来一看 因为我觉得挺精彩的 因为他告诉这个整个县民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样的 经济建设 文化建设 什么什么的 事实上他搞得很好啊 现在我去那边 那个农田里面不再用堆肥了 所以没有臭味了 那都是用化肥 第二个 那个基本上也不准养猪了 要养猪要专业护养猪 那以前那个那个那个 毛房跟那个养猪 是要是在一起的 啊 猪粪也流到那边去 那个毛房的那个粪便也在那边 所以非常 现在全全部都用抽水马桶 没有没有那个毛坑了 全部都改善了 所以现在乡村 就像那个别墅区一样 可以这样讲 中国大陆现在是这样 那这个变化就是 不是一系之间 但是他的变化中间 我没有参与 所以我突然看到的时候 觉得哎呀不可思议啊 那事实就是那样 但是文化建设上面 还是缺缺缺 因为什么 因为底子太差 有文化大革命搞了之后 底子还没有恢复过来 刚刚讲的那个 我们再顺便聊一下 中国大陆现在也在集体直追 所以所以地子规在各地方都在推行 推行到有点走火入魔 我曾经路过一集叫做 问题不出在地子规 出在哪里 出在执行的人 太矫网过正了 那因为你 因为你这个矫网必须过正 就是因为你以前太缺乏 像这本地子规 这个是 这个叫做手抄金本 就是 你跟着用 用那个铅笔在旁边照的抄 抄完之后 把它擦掉 再抄第二遍 第三遍 第四遍 抄久了之后 你就记得很熟了 这就是抄金 那我刚刚讲说 所有的这些古典就是要 输到用时方很少 在你学年纪很轻的时候 学你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 等到老和尚念经的时候 就句句是经了 为什么? 因为他看山还是山 看山不是山 那是童年 然后看山 这个看山是山 是童年 再来看山不是山 是否定 那是他认为他有叛逆 等到最后他经历了大山大水之后 回头他还是看山还是山 看水还是水 可是他看的方式跟角度跟高度就不一样 跟他童年的时候 照单全收是不一样的 因此我说那个叫做回味 回味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什么呢? 菜根坛 菜根坛里面有洪志成的 洪印鸣的 有两种说法 但是那都不重要 反正是一个姓洪的 到底谁是谁 谁写的那不太重要 问题是什么? 菜根坛就是讲说 菜根也有菜根香 我在初中的时候 我就在书店买了一本薄薄的菜根坛 我觉得里面的句子太精彩了 真的是 它是一个对句 一个平对的句子 我觉得太精彩了 这些都每一句话都打动我的心 所以基本上我看完之后 几乎都会背了 跟曾广席史行文一样 都会背了 所以我就推荐给别人 我高中的时候跟班上在辩论 那个老师就是说 吴忠臣你太厉害了 他们都不是你对手 我们同学就很惊讶 说你都是读些什么东西 我就介绍了 席史行文给他 他很高兴 然后再来介绍菜根坛的时候 他就有点招架不住了 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 好像是意境太高 太深远 实际上我读初中的时候 我就觉得菜根坛 菜根坛是教你用退步就是向前 手把清秧插满田 低头变见水中天 这个经过修道之后 你才知道原来退步是向前 这是插 没有插秧的人就不知道插秧是倒着走的 是往后走 这样插 同样的划船也是 你的船头是在后面 你是这样划的时候 是船头在后面 你是背对的那个方向在划 这些浅显的道理 是非经过你就没有经验 你就不能理解 同样菜根坛也是这样 但我看了那菜根坛之后 我曾经还有严寿耀言这些 我曾经在大陆工作的时候 我认为有些人是可造之材的时候 我会送给他 送给他一本 因为他老实嘛 不会将来不会欺失灭祖 这个忘恩负义 结果没想到他还是不看 毕竟是共产主义奶水长大的人 持共产主义奶水长大的人 他的思想各方面 背景是跟台湾是大义齐趣的 这点我是觉得说 就像这不同的种族一样 虽然都是汉人 都是炎黄子生 可是因为教育跟背景 相差了70年之后 产生了很大的巨变 我在大陆工作的时候 最喜欢跟我聊天的就是 那些中老年人 他觉得说 跟你跟你聊天觉得好舒服 因为觉得 你就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那个读书人 就像他小的时候 可能读过一点诗俗 或者是听他爸爸也读过诗俗之后 他们接触到一点点 你讲话都是一层对的 所谓偏对嘛 这些诗词 但他们没有办法这样 因为共产主义讲的都是政治语言 都是硬邦邦的 但是听到我讲的这种方式 他们非常满意 非常喜欢 所以常常找我去 去喝茶喝酒 刚讲的 菜根坛 实际上 不是 只要你有心得 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 比如说 平队的句子 或者是 Golden Road 金句 你也可以写一本叫菜根坛 所以菜根坛不局限于 只有洪志诚 洪一鸣 那一本菜根坛 那个是明朝的 我曾经介绍过 另外还有介绍过 习师贤文 怎么怎么样 那实际上 这个 台湾的那个 霍广散 醒云法使 他 他 他也出了这个菜根坛 他出了好几册 好像有六册吧 有没有继续再出我不知道 他这里面也是 他是告诉你 比如说随便讲个 人者乐山 慈德如须弥山 崇高伟大 智者乐水 慧法如大海洋 浩瀚无边 这也是对句 这也就是随便你 开卷有益 你随便一翻 有一个句子 今天就读这几句 我觉得 让我觉得清凉无比 内在的思维 增进了我的智慧 外在的苦难 增进了我的福报 你看这就是 心云法师的 经句 就在这里 凡此之后 除了心云法师之外 其他的他们有什么的 那个 也有这一类的 这些句子 只是心云法师 他读过一些古书 所以他写的对句 都是对仗工整的 那这种对仗工整的句子 容易记 而且他白话 像比如说随便一个 第183则 中国古人将隐恶扬 似为美德 佛门弟子以随口功德 作为修行 你看多简单 第184条 没有勇气 克服不了困难 没有毅力 成就不了事工 这都是白话 但是都是金句 都是人生的这个设例子 人生经验的设例子 这叫做佛光菜根坛 我大概 我手边好像大概就有六册 他有分的 连续出 最少出一个薄薄的 扩大 然后再一本一本接的 这一本 是以前的版本 后来他集结着 出了好几本 那我常认为说 每一个家都应该有一本 传世的宝典 传世的宝典 可能不是四书五经 可能是更多东西 比如说我想说 最启蒙刊物 第一个就是 真广习式闲文 第二个就是 以前古人叫做三百千 三字经 百家姓千字文 那是启蒙的 开始练字的时候用的 那再来就是 习式闲文 习式闲文就是你这一辈子 都用得上的东西 那些句子 碰到什么场合 要说什么话 还有他的逻辑思维 还有他的哲学 都在这里面 处是原则 那除此之外 再来就是 蔡庚潭 蔡庚潭就是要你不要自满 当你最风光的时候 你要想到你下台的时候 你下台的时候 会怎么样 永远不要自满 蔡庚潭就是给你 他不是到家 或者是老子庄子的想法 蒙踩刹车 他不是 他只是轻轻的踩刹车 他提醒你 在你自得意满的时候 不要太自满 让你随时要防范不测 所谓的痞疾态 来乐疾深悲 这个都是要 这就是在太空潭里面 告诉你的 另外一个就是 当你失忆到谷底的时候 你也不要绝望 因为 这个就像是 风吹过竹林 竹子只有 竹影摇动 但是竹子没倒 风过去了 竹子继续在屹立不摇 反正种种的诗词 你读起来的时候 你都会在你在 在得意的时候 知道踩刹车 在你失忆的时候 不会往下坠 如果要讲现在的 这个情绪管理的话 蔡庚潭本身就是 最佳的典范 不用从国外 再引进什么 什么那个 立志文粹什么 不用 蔡庚潭就告诉你这个 所以蔡庚潭 有的人讲说 是一个 当官的人 必须要 常常要勤读 就是 你常常会有应酬 常常会有一些 生意人来跟你贿赂什么的 这些东西 如果你就心动的话 那你的道行不够 你要如何要道行要够呢 当然 人家对你这个谬战的时候 你多看看蔡庚潭 蔡庚潭就告诉你 清心寡欲 所以他是讲的蔡庚香 蔡庚潭我已经讲过 但是我说过 你有那么多的千金万点 你到底要放哪一些呢 我刚好这边又有一本书 我说台湾这个同胞们 太幸福了 我们台湾一直相信 中国古代的智慧 古人的智慧 因此会把很多的 好的文章 把它收录起来 出一本书 像这本书就有意思 这本书也是一个 宗教团体出的 可是他的选集 我觉得非常的好 为什么说很好呢 他这本书的选集 他是从儒教的经典里面 他选了什么 伦理教育的弟子规 刚刚讲过弟子规 第二个生活教育 他选的是诸子家训 品格教育他选的是正气歌 就是文天祥的正气歌并续 而且他不但是正气歌 他还把正气歌里面的12个典故 通通详细叙述 《违章追扬此耳》 《违言长山时耳》 《违姬失中雪》等等 他都把每一个故事 通通解释的很清楚 也就是将来如果说 你要讲故事给你的孩子 听的时候 你仔细把它看过之后 你就可以许许到来 那再来就是 在处事教育方面 他是把蔡根坛当做处事教育 你看这么厚的一本书里面 蔡根坛占了这么大一部分 这个蔡根坛他不是按照 洪一鸣、洪志成的那种写法 也不是按照佛光蔡根坛 而是他自己重新编 编辑 他把每一条每一条都编了号 非常之好 比如说我随便翻 就翻到一个 知无形物,物无尽去 人解读有字书 不解读无字书 知谈有玄情 不知谈无玄情 以稷用不以神用 何以得有情书之去 这个是蔡根坛里面说的 所谓有玄情无玄情 这有点抽象 然后他有翻译 人们只懂得用文字写成的书 却无法懂得宇宙这本无字之书 只知道谈奏有玄的情 却不知道谈奏大自然之下无玄之情 知道用有形的东西 而不懂领悟其神韵 这样怎能懂得谈情和读书的真正乐趣呢 你看 但欲有树 神仙之境 心无物欲 即是秋空即海 坐有情书 变成时事丹秋 这是蔡根坛的本文 那他译文是这样讲的 心中没有公民立路的欲望 就像秋高气爽的天空和晴朗的海面 一样明朗辽阔 在弦坐时有 有情悬和书籍为伴 生活就像居住在山洞中的神仙一样逍遥 然后随便翻 这本就是这样子 就是让你这样子的 你可以拿个书前随便翻到哪一点 今天读到哪一个 你不用全部完全从头读到尾 你每天随机的抽到哪一 抽到哪一 哪一页就读那几页 然后你读完之后 你在睡觉的时候 你可能就一页好眠了 然后明天你就精神百倍 也知道现在 你现在的处境 是不是这样 当然你也可以在上面做注解 比如说哪哪几条是特别在你的 在你那个情绪最低潮的时候 可以给你鼓励的 哪几条是在你得意忘形的时候 让你踩刹车的 这个菜根团里面都有 所以你看他这本书是非常之好的 那刚刚讲的政绩歌 另外他有一个是儒家里面 儒教里面有所谓的圣贤教育 他就讲儒行 儒行它是一个结义的 就是儒就是做一个读书人 做一个古代叫做士 帅士像骏马化的士 士君子的士 做一个士 你要有什么样的言行举止 这上面就这上面都都帮你爬书好 放到这里 也就是说你这样有这样一本书的话 你拿起来看的时候 你就简单讲 中国很重要的一些点籍都在这上面 比如说儒行里面他要告诉你 都是都是简单的 就像军人十二要项一样 什么勇敢坚定 安静坚强什么的 这上面就有自立 持立 特立 敬人 刚毅 这个容貌 背欲 优思 宽裕 选贤皆能 举刃 独行 归为 交由 尊让 你看 他这就是 就是 就提 提纲 切顶的就这样 就把这些 就告诉你 要作为一个读书人 你应该如何的 那个 处事 另外在道教的经典里面 他 他选集的是伦理教化的部分 那是月武目王敦伦真经 这个我曾经讲过 那另外还有他把敦伦真经里面那些引用的故事 整个的演绎一番 另外道德教化里面他讲的文昌帝经英子文 这个部分我已经讲过 文昌帝经英子文全文我都讲过 英子文的故事 他特别白话的再解释一下 另外还有一个银 银果教化就是太上感应篇 大 这个 这个太上 就是 大 就是太上感应篇里面的 这个我也讲过 另外 另外 他在佛教景点 四如道三家 那佛教景点里面 他选了两 两步 第一个是界定会的基础 界定会就是三无碍的修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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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